全球股市一如上期本欄所预期呈交着状态 各指数都是只有波幅 没有显著的升或跌 炒指数的投资者一是闷死 一是被消耗时间值 反而是炒个股或捉到热满题材的 則可以趁主旋律起动炒一转 物食当三番 周五 港股微跌 收17573点 估值炒上3100点之上 收3101点 但以力度论是明显不足 在各利好消息如潮涌至之时 仍只有如此表现 实令大部分投资者大失所望 考虑到收市后人行降准0.25%的落实 不过 以现时市场的气氛来看 下周初刑事不容乐观 其实 若留意人民币近日 随随随走低的走势 以可发各人行的部署 和各路大资金真实的想法 周四 五财经媒体放大了对内地金融和房地产的支持 使得有关股份在人 行降准前狂炒一转 这一次国家层面呼吁加强市场流动性和估值 最早见端危的是在周二 议会们提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 这个声音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 十分具针对性和时机性的 内行人一定懂得核心的思想和目标是什么 所以 大家就看到从周二开始就把央企国企中字头的股票轮流炒上了 到周五炒到内房股反而是有点尾声的感觉 然而 若是对股作中长线布局 那就不用太过在意近排的波动 不者近数月已在此栏不停强调内心对股价值仅股票进行布局 长期回报一定不会令大家失望 我会期待与一件子穿梭的颜色 Hold on 花拐了 小胖 继续 尖了一件子穿梭的盂量